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海之鱼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Ice Cream 恐怖冰淇淋 那么在上一期恐怖冰淇淋视频发出来之后 我突然发现 Ice Cream这个单词 它的中文有两种读音 一个叫冰淇淋 一个叫冰淇淋 虽然它们读音不一样 当然都表达同一个意思 不管读哪个都是可以的 OK 那上一次我们玩恐怖冰淇淋 玩的是普通模式 那上一次说好的 今天来挑战一下困难模式 恐怖冰淇淋人 他的名字叫罗德 在困难模式下 罗德的速度会加快 OK 那非法少说 直接开始游戏吧 游戏的玩法 我们上一次已经玩过 而且通关了 所以说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我都已经知道了 打开窗户 看见邻居家的小胖子Charlie 他又买冰淇淋了 我上次把你救出来了吗 你这次还买冰淇淋 真的是小馋鬼 我的好朋友Charlie被抓住了 我又被发现了 我躲起来 OK 那现在我们要找绳子 诶 罗德的物品 你已经用了罗德的三分之一的物品 尽情期待更多 也就是说我们上次通关的时候 获得了一样罗德的物品 接下来的话 还有两个罗德的物品 要在后期版本更新中 才能获得了 是吧 那现在我们是要找绳子 找绳子爬下窗户 其实我很奇怪 你这边有门不走 你非得爬窗干什么 我就很奇怪 OK 这个时候 我们要前面去剪地图 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一点 这个罗德 被发现了 我刚想说小心一点 罗德现在会跑步了 普通难度的罗德 他是走路的 他现在居然会跑步了 我怎么甩开他 跑这么快 打开车门 他没追过来 小心点 哎 又被发现了 他不在了 OK 那我们把地图挂上去 然后直接去餐厅吧 OK 这辆车开了 那么在之前 我一直以为这辆车 是我这个小孩子在开的 其实并不是 其实是罗德在开这辆车 那为什么我点了地图之后 罗德就开车了呢 那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表现方式 是以我想去的目的地 来表达罗德想去的地方 在游戏的剧情中 我自始至终一直藏在这辆车里面的 打个比方 在剧情中 罗德他想去餐厅 而我一直躲在车里面 那么也就跟着罗德去了餐厅了 但是在游戏玩法中 是以我想去餐厅的这个方式 促使了罗德开车了 这就解释了我上一期的一个疑问 为什么每一个场景都有罗德 并不是他的分身 都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样说 大家明不明白 我相信聪明的你们肯定明白 OK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餐厅了 小心点这个罗德 不要被他发现 到了餐厅之后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看看工作服上面印着是谁的名字 到这里面去 里面有一件工作服 看看上面是谁的名字 Donald 唐纳德 这工作服上面的名字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 哎呀被发现了 记住这个名字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上车 上车去操场 现在我们已经在操场上了 在操场上呢 我们要找一件衣服 OK 我们找一下衣服在什么地方 上一次我是在这个地方找到衣服的 但是这一次没有 所以我们还得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找衣服 找到了 在这里 这里把办公室的钥匙 好 拿到了 走 我们上车 对了 我忘记跟大家说了 这里有一个洞 这个洞爬出去呢 就是直通那辆车的 很安全 这个洞非常安全 爬出去之后 你就直接看到车了 你看到没 很安全 我觉得困难模式也还好吧 不是特别难 是吧 难道要是之后呢 我们要去停车场 如果在游戏中 你不想看这种开车动画 你可以按屏幕的右上角跳过的 OK 到了 走 现在我们玩的是困难模式 我们一切都必须非常小心 我们来到停车场之后呢 要去二楼 地下停车场的二楼 有一个门位一样的地方啊 我们要去那边 对这儿 这里门开过了 有罗德在旁边 不行 不能被他发现啊 哎呦 被发 被发现了 快跑 快跑 我不在了 走 打开这道门 然后这边有个公文包 我们要找之前在餐厅工作服 上面的名字啊 唐纳德 OK 拿走他的身份证 赶紧出去 赶紧出去 我没被发现 被发现了 这么快了吗 我的天啊 他这么快就从门里出来了 这就说明他之前就在我旁边啊 还好我走得快没有被他抓住 这困难模式果然不一般啊 我想一下 拿到身份证卡之后 我们要回去啊 回到这个餐厅那个地方 OK 那回到餐厅之后呢 这个门啊 是可以打开了 这道门打开之后 里面会有一个钳子啊 这个钳子拿到手之后 就可以上车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钳子 直接放在车上啊 这辆车是可以带走任何东西的啊 直接放车上就行 然后我们再去摊子那个地方吧 快走快走 一出门就会发现这个罗德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必须得赶紧走 然后油桶在这里是吧 OK 拿上油桶 哎呀拿不来 来不及拿呀 这罗德跑得这么快 好拿到了 哎呀他怎么从这边来了 上车之后啊 我们要去操场啊 上车速度一定要快 这是困难模式 呃操场 走 现在我们要去灌油了啊 我们直接爬这个洞啊 这个洞旁边就是灌油的地方 非常近 又近又安全 我现在担心我爬出去 罗德是不是在旁边啊 应该不会吧 啊没有没有 OK 哎 果然在旁边 真是的 什么话都比我说中了啊 我这个嘴巴是开过光了啊 谁要是亲了我的嘴 你的嘴也会像我一样这么灵的 哎这样都能被发现啊 我的天呐 哇他过来了 哈喽 你又不是爬进来啊 OK 他走了 OK 现在他应该走掉了啊 好赶紧灌油 快快快 好走走走 爬洞走 哎呀 好了可以了 油灌满了就好了 好灌满油之后 咱们赶紧上车走啊 然后去地下停车场 油桶拿了之后把油灌满啊 在这个小车呢 就可以加油了啊 尽量小车要把它开到二楼那个地方 冲啊 OK 好了 哎呦 他来了 我们把刚刚那个地方撞碎之后啊 再回去拿那个钳子啊 我们之前是找到钳子 直接把它扔在车上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把它给带过来的 好 哎呦 他在旁边 我的天 我得把它给引过来 哎 看我开 哎哎哎 他没发现我 他要开门走 OK 非常好 哎 你进去啊 他开了门又不进去 我的天 我得去二楼啊 大哥 嘿 他也要去二楼 哎 对了 这个地方也可以去二楼 我记下 走吧 我们去这个地方 哦 在这里 哎呀 走这个地方速度比较快 是吧 好的 开门 开门之后啊 用这个钳子 把上面这个线给剪断 哎 我们再下去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罗德的日记啊 这个日记啊 在我们上一期视频中 已经完全看过了 如果说不了解的小伙伴呢 你们可以暂停 看一下罗德的日记啊 总之 罗德的日记呢 他正在实行一个非常恐怖的计划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找钥匙啊 找一把最终的钥匙 通关钥匙 解救我的小伙伴查理的钥匙 哎 这个柜子里面没有啊 上一次通关的时候 这个钥匙是在这个柜子里面的 这一次没有 哦 钥匙在这啊 笼子的钥匙 这个笼子的钥匙啊 就是最终的钥匙了 拿到钥匙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梯子往上爬 可以爬出去了 这个时候呢 你要小心点 罗德是不是在旁边啊 千万不要出门的时候就被抓了 哎 果然在旁边 我的天啊 被我说中了 嗯 好烦啊 我该怎么出去啊 早知道我先把这边给撞碎了 我从那边爬出去了 这罗德一直在门外 怎么搞啊 要不冒个险吧 直接出去吧 管他呢 走 直接从二楼 走楼梯下去 降丝度比较快 OK 然后我们回到车这个地方 你要解救你的小伙伴的啊 不能在这里直接开锁 你要回家 回家之后就直接通关了 然后最后的就是一个结束的动画了 我又把你给救出来了 你小胖子 查了你啊 又吃冰激凌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少吃点冰激凌吗 而且这个小胖子非常厉害 你看 这样跳车他还不会摔倒 罗德开着他的冰激凌车走了 丝毫没有发现你绑架的人质 已经被我救出来了 你怎么这次又拿了这个搅拌机啊 我已经有了 不要再给我搅拌机了 OK 困难模式也已经通关了 普通模式和困难模式都已经通关了 这个游戏目前呢 还是初代的版本啊 大家看左下角还是1.0的版本 非常非常新 我也是挺期待啊 这个游戏后续的剧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他们的厂商做的游戏啊 还是挺不错的 质量也不错 以后呢 如果说他们出了最新的游戏的话呢 我依旧也会给大家带来的 现在Ice Cream啊 恐怖冰激凌这个游戏呢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 有些小伙伴呢 也已经玩过了 不知道有哪些小伙伴还是不懂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吗 如果说还是不懂的话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跟我说一下啊 那么下一期的话呢 我就专门做一攻略啊 告诉大家 OK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别忘记帮我的视频 点赞收藏订阅 转发回来给分享 我是芝芝咱们 下次再见 拜拜